我爱变魔术 智慧树星球的一天开始了 小咕咚攒了好久的糖果不见了 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吧 小咕咚攒了好多好多糖果 这么多 小咕咚好开心 好开心 一起来数一数 一颗 三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怎么不见了 我的糖果呢 在那呢 三颗 三颗 一颗 一颗 我可是会瞬间移动的法术哦 啊 瞬间移动 这么厉害吗 那是 只有我会呢 啊 只有你会 嗯 找不懂不信 真的 要不然你说还有谁会 当然 还有绿帕帕大魔术师眼 他就会瞬间移动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一起去找绿帕帕大魔术师吧 走吧 欢迎大家来到我爱变魔术 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 来了两位可爱又漂亮的小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来来来来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小嘉宾 刘晨默 今年五岁 小嘉宾 刘欣扬 今年五岁 欢迎你们 欢迎两位 欢迎 咕噜咕噜 笔帕帕大魔术师 小古东刚才遇到小精灵 小精灵 那么厉害 对呀 那你们做什么游戏了吗 没有 小精灵说 它会瞬间移动 可是小古东觉得 绿帕帕大魔术师也会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了 小古东 这个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现在我就来给你表演 小朋友们 看好了 一 二 三 瞬间移动 怎么样 这就是我的瞬间移动 当然了是开个玩笑 瞬间移动 像我刚才那样的瞬间移动 大家都会 可是今天呢 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不一样的瞬间移动 是一个魔术 想不想看呢 想 好 我来问问小朋友 在桌子上摆的是什么 纸杯 有几个 两个 没错 一 二 有两个纸杯 接下来呢 我拿出了一个 小小的海绵球 什么颜色的 红色 来 小朋友请检查一下 这个海绵球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一个普通的海绵球 对吗 来 把它交给我 好的 接下来我的这个魔术 就用这个海绵球来完成 好吗 好 首先我们来检查一下 两个杯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杯子里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杯子里 这个杯子里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好 现在我把这个海绵球 放在这个杯子里 我需要小朋友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说出 我们那句咒语 来 预备 开始 好 现在我拿起这个杯子 看一看 它里面还有东西 好不好 没有了 那这个海绵球 跑哪了呢 刚才小股东说了 我们要瞬间移动 对不对 那么和我一起数三个数 打开这个杯子 看看里面会不会有 一起来数 一 二 三 六个鼓掌吧 小朋友 这就是我今天表演的 瞬间移动的魔术 想问问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你们想不想学呢 想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想学这个魔术吗 别着急 在学习这个魔术之前 让我们一起请出 魔香乌拉拉 为我们介绍一下 所需要的材料吧 来 一起说 魔香 魔香 乌拉 今天我们变魔术 所需要的材料是 两个纸杯和两个小球 欢迎回来 本栏目由智能陪伴 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 独家冠名播出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变这个神奇的 瞬间移动的魔术 首先小朋友们 要准备两个纸杯 这个纸杯呢 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家里用的 普通的纸杯 但是 小朋友发现了什么 对啊 大家看 我的纸杯的背面 是这样的 有一个什么呀 小朋友 小孔 对了 有一个小洞洞 但是呢 注意 小朋友在做这个洞的时候呢 可以把自己的手指 伸进去 比划比划 大小合适就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的手指 非常细 做的洞很小 我们大人呢 拿这个来当道具呢 可能就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指 来比一比 好的 那么 两个杯子里呢 原来是什么都没有吗 来 我现在呢 再来让大家看一看 首先 我拿起这个杯子 注意啊 这个杯子展示的时候呢 不要这样 为什么呢 这样是不是就 大家就看到里面的洞了 是吗 小朋友 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呢 哎 好像自己 好 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啊 好 这个 我拿起来 大家看啊 里面 其实 有没有东西啊 有 有一个 但是我拿的时候 怎么拿的 小朋友看 我用手指呢 在里面抵住这个球 然后拿起来就没有了 明白吗 从正面看就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杯子里 也没有东西 其实小球 在这儿呢 明白吗 好 现在呢 和我一起 从头来试一遍 我们把两个杯子 扣在桌子上 一个里面 事先放着小球 一个里面是空的 啊 来 现在呢 我们拿出 红颜色的海绵球 当然了 小朋友家里没有的话 换成其他的都可以 但是注意 要和这个杯子里 事先藏好的 这两个要怎么样啊 啊 要一样 要一样 对了 好 拿出这个红色的海绵球 把它放在这个空杯子里 来 小朋友和我一起做 有一个杯子里 已经放好了 对 好 放好 然后另外的一个空杯子 里边也放一个海绵球 对 没错 来 和我一起说 乌拉乌拉 Q 注意 拿起杯子的时候 用手把它顶住 哎 什么都没有 对吗 其实在里面 非常棒 好 然后 一二三 走 打开另外一个杯子 瞬间移动 好 我来看看 好的 小咕咚怎么样 咦 什么都没有 那个呢 乌拉乌拉 Q Q 成功 来 小朋友把掌声送给自己 太棒了 看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还有小咕咚都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小丑琪琪 有没有学会呢 第一步 在变魔术之前 准备两个带孔的纸杯 并且在两个纸杯下 各放好一个小球 第二步 拿起第一个纸杯 有小球 拿起第二个纸杯时 用手指偷偷穿过纸杯上的小孔 把小球按在杯子里面 第三步 施魔法 用手按住第一个杯子里的小球 展示第二个杯子里的小球 这样 就像小球瞬间移动了一样 我们的魔术就成功了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用品为 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 南山辈会婴幼儿奶粉 据我所知呢 今天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 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 小 好的 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魔法小Q 啦啦啦啦啦啦 魔术很神奇 啦啦啦啦啦啦 魔术很容易 只要动手又动脑 只要你愿意 神奇的魔术在这里 Ready 大魔术师 大魔术师 我想请你帮帮我 甜甜 你想请帅气的大魔术师 帮你什么忙 今天是我的生日 爸爸妈妈都送给了我礼物 我也想送他们一个礼物 你能帮我吗 甜甜你可真懂事 我当然可以帮你 我得先用到一张扑克牌 就用这个牌吧 这是一张红头二 先放到这个地方 现在呢我要拿出一个盒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大魔术师 把这张扑克牌 放到盒子里面去 把它盖上 甜甜 现在你可以把 你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都说出来 爸爸妈妈每天工作很辛苦 回来还得照顾我 我想对他们说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真好 乌拉乌拉Q 礼物变出来 甜甜 打开盒子看一下吧 哇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了 其实最好的礼物 就是告诉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今天的魔术 你觉得神奇吗 神奇 神奇 太神奇了 变魔术 变魔术 我爱变魔术 快来到明天 哇 场外的大魔术师 表演得太棒了啊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魔术吗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今天的两位小朋友呢 表现得同样出色 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南山贝惠 婴幼儿奶粉提供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乌拉乌拉Q 我爱变魔术